就是他做的时候啊 他基本上做法不同 他没有经过 手茶有一个叫卧堆的工序 还有他存放的那个 为什么他可以那么温润 因为他存放的时候 是在香港仓走一下啦 就放了比较水汽 比较重的地方 这两种茶 就比如说一开始呢 我们就在讨论说 老茶的味道都好像普洱 原来不是我 原来不是只有我 有这种 这种confused 对不对 我都有这种混乱 基本上如果学生 没有经过老茶 讲过的话 大概都是讲这句话啦 我们平常跟朋友喝茶 一样嘛 不管你喝什么茶 这是普洱嘛 对 他们大家几乎都讲这句 但是 但是条件真的不同 普洱茶它基本上 生气不一样 对 普洱茶基本上更厚 底更厚 我们俩下节目还在聊 对啊 我就觉得普洱茶很强 冻顶乌龙非常的润 它即使是一个被过活的 我们那天用了一个东西 形容这两种茶 对 一个如果是 秀雅 普洱 普洱就是一个男人 对 冻顶非常的秀雅 老的冻顶就是 很直很优 然后非常的细腻 细腻感 可是你在普洱身上 没有喝到 对 生谱你没有喝到 没有 对 你就觉得好厚 吃好厚 很强劲 吃好厚 所以如果我们安排老茶 比如说你今天真的叫我安排老茶 我一定把生谱放在最后 哦 所以那天是把第一跟最后 因为秀秀上一次跟这一次 其实都带来了十几支茶 我们有把这个茶的这个 有拍照等一下会上传到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 脸书粉丝专页 他本来是让我想抽扑克牌一样 我自己抽 看今天要喝什么茶 原来我把第一支跟最后一支 都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们直接就跳提了 跳提 但是我第一支如果真的安排 我也不会泡老洞顶了 通常都是从比较发酵 你要从发酵清的开始 显的开始 背火清的开始 好 所以今天一开始秀秀 要给我喝的是什么老茶 赶快秀 这支是 这个叫海提铁罗汉 这个看一下字哦 这个字还是繁体字 这个其实是中国来的茶 对不对 可是这是一个老茶 所以还用的是繁体字 老的盐茶 铁罗汉是什么茶 苦啸盐 有一个品种叫做铁罗汉 就是在这个地方采摘的茶 茶叶的品种 做出来的茶叶 铁罗汉本身就是一种品种 那这个品种 如果大家有看过 五一盐茶的这个书的话 基本上早期清末明初的时候 有四大名种 大龙 大红袍 铁罗汉 水晶龟 那个白鸡罐 但是呢 现在铁罗汉 已经不是当家品种 如果我们讲当家品种 是早期啦 就它已经不是四大天王了啦 可是很可怜 我觉得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做 五一三它最重要就是 它的那个 整个大环境 它的品种量非常多 所以等于生态很蓬勃嘛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最蓬勃 你不能偷偷开箱啦 秀秀秀秀 想着偷偷开 哪是我开不动啊 秀秀你知道 它的下意识就已经要打开了 要泡茶给我喝了 没有 因为打 我们今天有上传YouTube在 影片在 王二瑶的超级美食家 超级美食家的 王二瑶的YouTube频道 所以我们直接就开箱 你现在有油了嘛 你看 出油了 出油了 老啊 它其实是纸包茶 对对对 纸包茶 就是老了 老了 老了 我怎么觉得一开始 看起来好像绿豆糕哦 有台湾绿豆糕的这种size 然后呢 这个是人家 人家早期用酱油涂的 手工包的 对 一包大概就五克左右吧 而且它好漂亮啊 它用这个象牙制的 对 茶匙 把它挑开 把纸挑 你这个茶这么珍贵 挑开一 挑开一块就少一块耶 对不对 挑一包刚好上节目的价钱 上节目的价钱 惨了惨了惨了 我们的钱 开玩笑 开玩笑 不是 当然是珍贵 当然是珍贵了 打开来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散装的茶 你看跟刚刚的冻顶乌龙有没有想很想 这是九龄出的 嗯 这是当初盐茶它的 它就是挑唆 到现在都没变 借我闻一下好不好 我想要知道跟冻顶 还是说跟博尔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 好耶好耶 我给听众朋友近看一下 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纸吸茶油的味道 好明显 对 就是它的味道其实是来自于它的纸张 好 介绍一下 纸张 大家听过乌龙茶这三个字 可是乌龙茶其实来自于就是找中国大陆是称青 青天白日经 青茶类 半发酵茶 嗯 包括这只都是乌龙的家族之一 嗯 但是 铁罗汉 但有人说 这个还在吵架了 嗯 闽南的人说 嗯 西亚 你明北是 是我的 明北是根据我的 然后闽南的人说 闽南明北的人就说 哎呀 那个 你们是我我是你 反正就这样吵 但是真正台湾基本上都是闽南人多嘛 就等于是大家要抢一个谁是正宗 对 谁是正宗 我们台湾的乌龙茶 就是来自于这样的文化 嗯 因为我们安息人多 对 那个时候当初早期啊 到台湾 你看好 整个大落城咯 很有钱的一些大茶行啊 嗯 或者是后来做别的生意 早期大茶行 就谁讲话大声 谁就是王道啦 对不对 谁就是王道 对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嗯 现在明北 明北很红哈 大家如果有 再去五一山 现在茶叶金贵到 已经可以卖十几几百 上百了 哎 我觉得这个茶油的味道 好有趣哦 我再给听众朋友看一下 你知道这个包装纸 现在在我手上 这超过三十年了 有吗 有 有 二十 二十年 快要三十 快要三十 你看这个纸的颜色 刚好三十耶 好可爱哦 九龄初的 刚好三十 好香哦 我觉得这个茶的纸送我好了 有一种很神经的样子 我送你一包好不好 你不要送我一包 我又不会泡茶 我每次都是缠着会泡茶的人喝茶 因为我不会泡茶 我不懂茶 不要浪费了 要跟懂的人在一起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哎呦天哪 天哪 要跟懂的人在一起喝茶 不要浪费茶 这是提炮的 你刚刚看那个东顶物是秀雅的 对 对 我们看看铁罗汉 先等一下 铁罗汉会强过普尔吗 不知道啊 不能这样讲啊 我们没有答案哦 先等一下哦 等一下 等我一下 讨厌 刚才是谁打电话给我了 害我前面的那一段断掉了 听众朋友 如果有追上这段录影 就知道前面的头不见 气死我了 好 来哦 好 第二段准备来咯 你看颜色 好 等一下 你不要讲话 你不要讲话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 茶道老师赵坤秀秀秀 来跟大家聊老茶 我记得曾经秀秀有讲过 茶道了一定的年龄 就会变成了药 对不对 对 有一句话 我不会被 三年为成 耳中成嘛 对 七年为药 那是白茶的 那是白茶的 所以还不同规矩 因为呢 一般的乌龙 大概都要三四十年 才会有药香 因为刚刚啊 你知道秀秀到这个 铁罗汉的第一炮 我给大家看 你们上youtube 就可以追上了 你这根本就是药嘛 这其实不是茶 喝颜色很深耶 你刚刚 你上一节目 是喝过洞顶 又喝过普洱 他刚好在中间 嗯 嗯 怎么了 他是一个老人 他本来就是一个老人 没有啊 我们其实之前有讲啊 你给我喝的那个普洱 是一个汉子啊 对对对 对不对 你给我喝的洞顶的 这个老茶 是侍女啊 这是个老郎 老郎 老郎 我这样使用到知道吗 吞下去的时候 这个老人很丰富啊 嗯 这个是一个月曆丰富的老人 但是他能量好强 他的那个气好强哦 最强的一只 他其实就让我想到 白发苍苍的老人 三只里面最强的一只 嗯 哎 还有还有秀秀 气好强哦 好劲哦 这个嘴巴里的感觉哦 会变 会转 非常丰富 对 比如说我一开始 会干的也是 一直上来一张生机 他其实中段有一点苦 然后现在你知道 嘴巴好舒服哦 一开始喝的时候 会觉得说 嗯 这个味道 嗯 你知道一直在变坏 嗯 同样都是老茶 我觉得都是跟他 他制作的过程有关 这个其实是铁罗汉的特色嘛 铁罗汉不是老茶的时候 是什么味道 好好奇哦 明北基本上做法 如果按照传统 我们现在讲传统做法的话 嗯 火啊 嗯 火啊 三道火 比较强啊 他们明北的茶 五一盐茶 现在有清火的茶哦 嗯 清火的茶叶 但是我们 我喜欢的 嗯 还是这样放过来的 嗯 比较火比较重 嗯 然后放了以后 你不会觉得那个火 但是你会喝到一种气 非常的丰富 可是秀秀 这支茶有火 这是它的生态啊 对不对 这是它的生态啊 但是 那个火不会让你 让你难受啊 不会 而且其实这支 你知道 它也甜 基本上明北 有苦有甜 如果是真正正言做出来的 而且按照传统的功法的话 它应该是探背的 我觉得被 天啊 你怎么了 你那个表情 我的表情 因为我刚才 我觉得观众 你们听了 你们应该看他表情 不是看我 我这样猛然喝了一口 我有一种被一个武功高强的人 灌注内功 从我的头顶 不对 应该是从我的背心 不是头顶哦 从我的背心 几步 对 打进去 你知道 这就是茶器 你喝到了茶器 因为香蕉鱼 我们在上一集 喝到的那两支 那两支是缓缓的 对不对 对 你知道像这一支 我们现在正在喝的这支铁罗汉 老的铁罗汉 天啊 我觉得我有被打通 任督二脉 还是灌顶的感觉 明北的茶 通常像我以前来 上节目 我有讲过 我到武夷山 喝到他们的茶 好感动 我跟师傅说 我整晚都不想回家 因为每一支茶 都是气冲手脚的底 然后 就是暖暖的手指 然后全身的 全身的细胞在活动 那个头顶 那个气 我跟你讲 现在也是 你的后颈 上去 热热的 热都热上去 可是问题是秀秀 我们今天其实喝的是 好的茶的老茶 如果我们喝的是 励质的 我不能讲说不好 励质的 对了 就比如说是 它虽然是老茶 可是它并没有那么好 我也有一样的 身体的反应跟效果吗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它可能会让你 我以前讲过嘛 锁喉 锁喉 然后你的口腔 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 你的身体 不会有这些反应 我都觉得 食指 你知道 指尖这样暖暖的 都在跳 如果你真的喝到不好的茶 基本上 基本上 有一种状况 比如说 它被太阳光照过 然后它不是用铝带 像我们刚刚讲 真正把它包起来 好好的密封好 最起码放马口铁罐 这是最起码的 这是铝带弄好 铝带它不透光嘛 然后气要挤出来 如果今天它不放好 它可能就是摊在外面 它觉得无所谓 摊着 然后被阳光照射着 被日光照射着 还有水汽变重了 水汽变重 所以喝起来 也不会有这个味道 对不对 还有有人到现在 还这样背货 就是一年一次 或三年一次 它的内含物都不见了 你要喝它的东西 都跑掉了嘛 因为背嘛 一直背嘛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这支铁罗汉 放到现在 它中间都没有拿出来 重新炒制过 我这样讲 听众朋友就会比较清楚 对了 对了 从它制好之后 就一直收藏着 而不是每一年都拿来 给它拉皮一下 讲拉皮 所以你要存查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你这个火到底背的怎么样 它能不能放 就是第一 内含物一定要丰富的茶 还有啦 建议听众朋友 也不用自己去做老茶 因为秀秀老师上次有讲 其实呢 老茶其实现在要喝 也蛮多的 可是要懂 怎么样才懂老茶 就是多喝 我们现在在节目现场 就是多喝 我今天很贪心 我刚刚跟秀秀讲说 我除了要喝不同茶种 就比如说 我就很想知道 老红茶 对我想知道 老红茶是什么味道 我待会泡一个 铁观音茶王给你喝 可是铁观音 我们上次喝过了 铁观音茶王 遥阳的重火炭杯 我们上次喝的是 冻顶啦 对啊 重火炭杯 好 在这一支茶后面 好 重火 而且老实讲 听众朋友 如果你没有追上 这个YouTube的影片 我跟你讲 油油的 看到没 还有 它其实颜色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老茶的颜色都是这样 越来越 越来越重的 可是我倒是觉得老茶 其实没有那么润 对不对 就比如说喝起来不会 狗狗 润到看茶叶啊 不一样对不对 每一支茶有它的特色啊 你喝冻顶的时候 你说的是秀养 这支牛肉说它老人 老人气那么足啊 老狼啊 而且是坏脾气的老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爸爸 坏脾气的老人 不是 这是老人家喝的茶 就是老人啊 老人茶嘛 对啊 就他们的老人茶 它就是老人茶的味道啊 对对对 老人茶老人茶 而且你知道像这个老人茶 它的味道很 应该是讲说老人茶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味道 对对对 它没有那么优雅啦 可是因为这些味道 你喝了之后 你印象很深刻啊 我就讲说老人你知道 跟你讲几句话 你立刻就被点破 你知道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感觉啊 对不对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好舒服哦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换茶了啦 秀秀快点 我好害怕 我今天只能喝一支到两支 我好想要多喝一点 休息一下再回来 天哪 天哪 浪费茶 今天就是来浪费茶了 天哪 秀秀你真的要给我一包吗 那个 真的 你拿走啊 我下礼拜要跟秋归老师喝 哦 你不要讲我的 他有喝过这个吗 没有 你这个让我拿去给他玩 你要包好哦 不要水气重哦 我知道哦 等一下回家我就用 你最近怎么这么好命啊 都跟他喝茶 我其实过年前 跟他喝好多次 我是因为前一阵子开刀 我没有跟他碰口 我这个怎么办 我这个要加水 哪里 这边 那个 大家有 这里啊 这里有 快点 当然有 我们现在很有经验 我们好忙啊 是你忙 我们没有 哦 你嘴巴忙 我们是一直喝 你来我上节目 我好轻松 真的啊 他喝得好开心 你很轻松 对 我就喝茶 一直喝啊 反正我也不懂 我就一直玩 我会不会倒太满了 应该不会 我怕他滚开 我们要跟我一写 好了 我们要换第二支 就是你刚才讲的 第二支 你要让我有机会 先帮你清湖吧 清湖要优雅 好 因为写的还在录影中 真的啊 我觉得清要清盘子里 好可惜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啦 给大家看一下啦 看一眼 嗯 不一样 跟刚刚的洞顶又不一样 不一样 洞顶拿开了吗 到哪去了 洞顶在 我刚刚有拿 在这边啊 上一集的上一集的 对 给大家比一下 不一样 我们的比较碎 我们这边 那边比较漂亮 看哦 两个不一样 都调锁 都乌龙 不一样 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 而且其实有比较就很清楚 没有比较其实就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 嗯没错 所以上课也蛮重要的啊 最近有在上课吗 秀秀 有 你们最近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停课吗 不行耶 学生会受不了 真的哦 或许学生会认为喝茶 你知道搞不好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还可以 对不对 行刑器 可是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这样的话 最好去找找找药 本来就是生病本来就要吃药 好来 开始来 3 2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茶道老师 赵坤秀秀秀来到节目里面 继续跟大家聊老茶喝老茶 秀秀呢今天呢要快马加鞭 要让王瑞瑶来多试几支茶 然后我试完了之后 试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来形容给听众朋友听 说不定这样子的形容 难以形容万分之一二 可是至少呢 可以让大家知道老茶 各个不一样品种的老茶 各个不一样年代的老茶 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味 秀秀你每次都拿这个 你这个是酱油碟嘛 以前是啊 以前是啊 但是现在拿来当我这个多方便 好漂亮哦 小姐看一下看一下 你这个酱油碟 这是90 摊背的木炸铁关音 我等一下也会喝吗 我等一下会喝吗 你太贪心了你 木炸的碳背铁关音 你哪里有一个节目喝三款 然后要拼命追 其实是要喝这一支 给你们看两个长相 这一支是摇杨 这是摇杨木炸 这是摇杨 两个都是碳背 这个是木炸 都是铁关音 都是80 末90 朱左右 不是长相不同 长相差很多哦 等一下秀秀 你那个罐子先放在我这边 我可以拍照 听众朋友如果 我给他换袋子 我先讲我给他换袋子 就比如说听众如果追不上 我们这一段影片或者是广播的话 你们也可以上到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你会拍照给大家看 一个叫做球 快接近球形了 对不对 在90初左右嘛 对 但是另外一个还是在做调缩 对吧 所以一个还是很传统的 对不对 我来给他瞧一个位子 那所以等于是秀秀 你现在给我喝的就是摇杨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先喝摇杨 我给你讲哦 木炸铁关音也是跟洞里一样好秀气 可是因为我们节目大概没有办法喝那么多吧 行吗 不知道 行的话我们就喝哦 我记得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 还喝两款呢 剩不到一分钟就在泡老的普尔 你叫我还要喝 你还要留那个豆 什么普尔茶给你喝 普尔茶 好来 开始 我们来赶快追上进度 追上进度 我们来先试 所以这两支你会先试哪一支 你会先试木炸的酒磷 如果是我我会先试木炸 为什么因为木炸比较秀气 台湾茶就是秀气 嗯 大陆茶非常的这个 好 我也是这样 我闻一下 我觉得其实 啊 这支木炸铁关音好香哦 好秀气哦 不一样耶 又不一样 这两个虽然都是老的铁关音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台湾 是一个中国 可是如果干 就是单纹茶叶的时候 木炸的这支铁关音 很香耶 对啊秀气 好香哦 真的就是秀气 嗯哼 好秀秀现在 在 在没银 在没银啦 没银 可是秀秀 是不是每一种茶都有老茶呢 每一种茶都有老茶 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们送我老龙井 龙井有老茶 他们放了四十年 三四十年的老龙井 什么味道 没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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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时候没有味道 哎呀下次再下来 然后呢 我最近有收到 不是龙井茶本身就很轻啊 等一下 我们今天喝不到 他年轻的就很轻 给你闻 来来来给你闻 这是七八零年代老红 老红茶 七零八零 台湾的 我今天喝不到老红茶了 今天时间不够了 但是好香 这也好香哦 对 这老红茶 三峡的 我觉得这些茶叶闻起来 就让人家 你知道比闻薄荷还更醒脑 愉悦感 是不是 有一种立刻把你带进山林里的感觉 对啊 好舒服啊 对 好香 秀秀你装茶的这些东西都好有趣 这是一个药罐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不是耶 这真的是茶叶罐 好可爱这样子 然后很密封 他其实盖起来就知道 他就把空气擠出来 你看里面的做法 里面做法也很棒 里面那个 这个 没有没有 所以这是专业的 专业的茶罐 这在哪里买啊 小茶罐 哎呀我是跟朋友买耶 因为这个我没有看过啊 而且有很漂亮 而且它密合度很好 好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试喝的是 90年代的木炸铁观音 90年代 颜色又回来了 变得好清雅 好 好雅气 90年代到现在是多久啊 90年代 90年代 20 25年左右 22 才25年左右 好 来我们来试喝这支老茶 秀秀你也要喝啊 你不要只有看我 我很忙 等一下 怎么 怎么 他有一个妖艳感 妖艳感 你的喜欢词太狠了 对人家 他有一个妖艳感 真的听众朋友 这个是马上闻的那种感觉 我讲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急 我闻一下 我闻你是不是 有一个华丽的感觉 闻的时候 好深哦 茶汤 一下就下来了 而且它好润 它咕咕 我问你是不是 好雅哦 是不是 它比洞顶做得深 像它姐姐 好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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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好玩 自从秀秀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上课之后 我没有上课 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一些茶的感觉 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了 或许大家只会喝出来这个茶香不香 这个茶苦不苦 然后这个茶培火是否重发酵怎么样 可是老实讲 在这个茶汤的表现上 还有质地的反应 我自己其实有深刻的感觉 就是连水的质地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会喝到 好感动哦 这些老茶事实上在当初存放 其实都不能再备火了 我讲过 讲过了 不是一年备制的老茶 你会喝得出来 它没有那种火 就是没有那个火 一下呛你的感觉 没有 老茶 再来 你一定会喝到温润感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一直讲 有 就是老茶的特色 就是温润感一定要注意 还有 你不能够让你的身体的反应受不了 有些老茶会觉得 天啊 我喝下去以后 我整个肚子空了 等一下 老茶为什么身体我会受不了 它是老的东西 如果它是老的 应该都是好的 它那也变了 比如说发霉 发坏了啦 水气重啊 然后那个阳光照射过 没感觉了 所以秀秀 当我们在喝老茶的时候 要让身体说话 对不对 就比如说身体的反应 会告诉你 你能否对于这个老东西 能否接受 因为你刚才讲说 其实一喝下去 你就会不舒服了 对不对 有些会啊 不是每一支茶都像我们 从以前到现在喝的这么舒服 所以在选择老茶的时候 最起码用你的身体来感觉 哦 用身体来感觉哦 对 食指是不是暖暖的啊 对 颈后是不是有感觉啊 对啊 毛细孔有没有打开啊 然后你的肠胃是不是很舒服啊 嗯 然后你的喉咙是不是张开着 对 那个温润感嘛 就像我上集讲的有一种松的感觉 对 身体有一种松的感觉 你看你从之前喝到现在 嗯 基本上都有这个状态 开心啊 哦开心 还有最重要的是喝起来好开心哦 并不是因为知道这支茶很贵才开心啊 是没有打开 就是打开 你的身体被松缓了 嗯 的那种 所以很也很适合晚上喝耶 嗯 我就讲说这支茶哈 嗯 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妖艳感 就是一开始闻这个茶 有一个独特的奇香啊 铁观音的品种 我问你是不是 铁观音的品种 对啊 它就有一个有一个香 你知道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喝的老茶的香 是比较收敛的香 嗯 它这个香是一开始你知道 就接触到你的这个鼻尖 所以我才会说嗯 这是我直觉的感觉 这个背后背的非常好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剩几段 好 等一下 这支再喝一点 我们要换那个 那个 摇羊 哇塞 那当然啦 不能浪费啊 没用了 因为这支 我讲妖艳感是有一点狠啊 对啊 因为老实讲不能用妖艳 它没有妖艳 可是是跟之前比起来 就比如说之前的味道 之前的香气是比较 比较细 要怎么讲 比较优雅 对不对 这支铁观音 其实有那种 它对妖艳感很生气 我觉得是它的那个深刻吧 好可怜 好可怜哦 这茶好可怜 好可怜 一下被我们丢掉了 好 准备来了 这个房子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茶道老师赵坤秀 秀秀老师 大家好 来给大家聊老茶 也来给大家评老茶 秀秀老师最近有上课吗 上课啊 你们的学生都不怕那个新冠肺炎哦 没有好期待啊 真的吗 因为我上课每次都会带那个很奇怪的茶 对他们来讲 有一次我带上课的时候 我带1985年左右的老洞鼎 那里面有一个大陆学生 我觉得他反映了我非常的惊艳 怎么说 他喝到以后他跟我说 没有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子的味道的老茶 老洞鼎 但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喝老茶的人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很 已经很平常了 就是知道那个 那个气韵 比如说丰富性啊 你看暖啊 什么什么 他说他没有喝过让他身体这么暖和的茶 哦 是这样子的反应哦 对 暖和的茶 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 他是喝普洱的人哦 我说普洱里面应该更有 对 对老普洱 我不知道他搜的是什么普洱 是我们这个年纪大概差不多特色吧 但是 现在很有趣哦 年轻人进来了 年轻人喜欢 还有 这些普洱茶因为价钱真不便宜 对不对 那 也舍得了 他们舍不得啊 舍不得啊 我以为年轻人舍得 所以先从新的开始啊 嗯 比如说那个没有入仓了 嗯 那中国大陆因为入仓的茶 基本上他不碰了 嗯 为什么 他炒作不方便啊 手上没有 炒作不方便 手上没有茶叶啊 茶叶在台湾人跟香港人 所以没办法炒作了 因为炒作了都是台湾人得利 那我问你 我问你吧 你要你要 如果你是大陆人 你会炒这种老茶 怎么可能啊 手上茶叶那么少 我手上没有东西 这句话真的不是开玩笑 最后两千年以后 他们开始新做的这些茶 炒作他们手上有的 对啊 哦 难怪 难怪我们才会讲说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讲 甘仓生谱好 不是 难怪我们才会讲说 为什么两岸对于老茶的定义不一样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原来老茶都捏在台湾这边 真正老茶 不不不不不 普尔 普尔 是不是 普尔普尔 普尔 因为普尔是他们的东西啊 对啊 那你今天如果讲老普尔你要那个的话 你怎么炒嘛 东西又没有 对不对 别人得力的也不用炒 可以炒作新的标的物了 对 对 可是这个无可厚非 嗯 只是说买茶要趁早 买茶要趁早 好了我们现在正在品用的是90年代的木炸铁观音 是炭背的 炭背的 而且呢刚刚秀秀老师有讲老茶不是一年陪一次叫老茶哈 嗯 不要误会了 不要 还有 不是20年以后再备活一次叫老茶 不是说要拿出来卖再备一次 他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老茶了 不是老茶了 等于是他备好的时候就收起来一直到要喝的时候中间都没有再加工过 对对对 还有你保存条件很重要 今天不是做好了 年份到了 这个叫好的老茶哦 等一下秀秀我想问你真的有消费者会去茶行买每一年都去备的老茶吗 有被误导到这种程度吗 网路上面都在卖三千块一斤的老普尔 什么老老老老乌龙 嗯 然后那个精亮亮的有没有 对啊 你如果自己 那就是炭啊精亮亮 自己Google你就知道 嗯 这样的东西 还是在出啊 哎不要讲别人光讲我啊 嗯 我年轻不懂事的时候 也是也是一年备一次哦 没有吗 我也买过那样的茶 因为我不知道啊 那我锁了喉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锁喉啊 嗯 因为我们的尝试还不够啊 不会啦 以前锁喉就会说 嗯我中午应该有吃了加味精的东西 搞不好你会误会到别人了 你没有那个经验啊 对不对 哦 你的原料 你也不知道原料好 这只已经完全舒展开了 第三号 这只老的木榨铁观音 它的味道已经完全展开了 它呈现一种很均衡的状态 我刚才讲说它有那种强烈的那种妖艳的香 换到另外一种香气了 我觉得有水果的味道 你看它的形容好像品酒师哦 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水果味 哦 蓝花 我们叫蓝花香 对不对有花 木质香 有那种 嗯 这是铁观音的特色 哦 木质 我们叫木质香 杯底好香哦 好香哦 这个火哈 当初摊杯为什么有个好处 它把很多的杂质啊 各方面都已经调好了 好干净 调好了 然后才来放 所以它的变化度会很小 秀卷我还想要再喝 因为呢 我们要赶快追上进度 因为今天一定要结束在 瑶洋 瑶洋茶 的 对啊 就等于是中国 就等于说我们今天对比的是台湾 跟中国的老的铁观音 秀秀要开什么 我都说可以 因为成本都算在秀秀身上 都跟我没关系 我只有打开嘴巴吃而已 你太狠心了 等一下秀秀让我先拍之前 还没有开之前让我让我先拍 我不觉得他好啊 先讲啊 因为其实秀秀今天已经开了 一开给大家看开箱的铁罗汉了 也是一样 你知道一个纸包直接打开来 没有啦 这是当初人家的做法 其实这是后包的 所以等于是 秀秀你这个你即使是包装成这样子 它并不是代表是好茶 不一定 中国大陆的包法是用这样的铝袋 不一定 包的非常的细心 嗯 然后呢 可是里面的茶有那么细心啊 打开给你看 我觉得真细心 真的细心 来再看第二段 第二段 不是已经开了吗 啊 还有哦 诶我怎么有俄罗斯娃娃的feu 好 再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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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剪 差异性非常大 差异性非常大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老茶 跟我们所认知的老茶是两回事 不是 因为它不是做那个 它不是老茶 不是啦 它不是做那种碳被茶 嗯 什么意思 你闻一下 今天没办法喝 今天没办法喝 所以这是 它不是做碳被的 它是做原味的 嗯 这叫原味铁冠衣 我没有闻到 原味铁冠衣 当初没有被火 一直存放到现在 可是一直 一直存放到现在 一直放 它的味道有 有什么差异吗 你直接跳急告诉我 它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 新的茶的那个 呃 就是比较生 比较生 然后 我我我说实话 以我们喝这种茶的人呢 我们会觉得那个茶不像 不像老茶 不是秀秀 他如果没有碳被过 干嘛要把它收起来作为老茶 那是他们的特色啊 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会觉得碳被是你们 你们要外销的时候用的东西 但是 但是以前清朝有一个 诗人周亮公 嗯 他写过一首诗 嗯 他说那个 雨前虽好 嗯 但是嫌新啊 就是他太新了 雨前虽好 但嫌新 嗯 然后这个 嗯 嗯 然后那个 就是 雨前虽好但嫌新 然后他们要买的都是雨后的 古雨的 但是他的茶要放到 放到第二年 所以家家都卖隔年成 哦 所以不只讲的是龙井啦 他讲乌龙 这个是讲五一盐茶 嗯 想五一盐茶的状况 嗯 就是说 每一家都是 呃 倍到那个升红 嗯 三倍架 就是我 我一定要等到那个 呃 放到牢以后 第二年 第三年 菜味道 呃 家家都卖隔年茶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在广告的时候 秀秀老师要换茶了 秀秀老师要准备给我喝 摇杨的 童年代的铁观音 休息一下 再回来哦 好还有几段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descriptive 序教老师最后一段呢 好的好的 好 今天他们夫妻四季两个一起嘛 好来 很真忙 真的 可以的吗 要等一下 还要等这小时 不要紧 不要紧 刚刚那个诗 我觉得要把它念完 雨前虽好但咸心 火气味除墨接唇 你不要去把那个 就是不要去喝它 雨前虽好但咸心 火气味除墨接唇 加加 看一下 藏德升红三倍价 这是茶叶一定要放到红吗 就我们喝的都是中火太费 可是这是指什么茶 五宜盐茶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茶的做法 基本上也销到闽南 也到台湾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种乌龙的做法 乌龙的做法 好 开始了 我们要开始了 等一下秀秀水要先烧上 我怕它拿过去 对 好来 好准备来了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手忙脚乱的茶道老师 赵坤秀秀秀秀老师 大家就可以知道秀秀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都是录影带快转快转的状态来给大家介绍跟分享来给大家上今天给大家上的是老茶因为呢一定要用比较的方式也经常提醒听众朋友吃东西喝东西都要用比较的方式才会获得更多的体验 我们今天呢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试了武夷的铁罗汉对不对 然后呢试了木炸铁关音 木炸铁关音 这都是老的哈 现在要给大家试的是武夷的铁关音 遥阳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 这个是安西 安西 对不起 安西的 但是是香港的茶行做 遥阳是香港茶行 香港茶行有特色 这个遥阳有特色 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他们茶通常都会有老茶 放放放嘛 对 会拉进来一起并堆 所以你会喝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的 会跟人家一起并堆 会跟他的新茶 然后重新再做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可是你喝到你会很感动 新茶都像 我怎么有一种XO白蓝地的感觉 就是大家是混在一起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有要利用高年份 你知道来来提升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来看一下你看颜色 所以这是香港 这是香港 香港的茶行 香港茶行 哦 秀秀已经忍耐不住了 秀秀已经整个头都已经趴下去了 好油 看一下 什么叫做好油 你讲给我听 上面那个上面一圈一圈不是吗 看到油没 这不是茶不干净吗 不是啊 这一圈啊 这个烟圈啊 哦 所以 难怪刚刚秀秀就讲说 哎 这个好油好油 我就说哪有油啊 这明明是茶 赶快赶快 这就中火的茶 好 等我一下 你不要急 因为我要拍一张照片 因为呢 一边喝茶 一边要记录给听众朋友看 听众朋友就可以上到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 脸书粉丝专页去看这些照片 嗯 中火炭背 哎 等一下 刚刚喝的是中火 这两个铁观音 这两个铁观音 完全不一样 这不是同一国的人 对 这不是同一家族 对对对 可是他们都是铁观音啊 不是吗 是啊 你要是喝到原味也是啊 而且其实这个铁观音有酸味 两岸三地 有酸味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茶叶的特质啊 嗯 呃 有点像焦糖香吧 我们称 但它没有到碳 没有到焦 没有到碳化 可是差一点了 嗯哼 所以背的很重 哇 他讲得好细哦 我现在只有背 你知道这茶的香味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 很像米北 酸味 藏德升红三倍价 嗯 就是我做的时候就是升红的 嗯哼 但是我不喝嘛 就是我摆着嘛 因为没办法喝嘛 嗯哼 奇怪 它这个味道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喝这支 羊羊茶横的时候 我现在用头在提示秀 需要继续泡 对了泡 是是是 就比如说在 在我们在喝 就刚才还没有喝 在讨论的时候 是是是 搞不好重点会放到 就比如说新旧茶混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喝的时候 并不是新旧茶的问题 而是时间感 我觉得这个酸裂的感觉 不能用裂啦 因为用酸裂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强烈 其实没有 它还是属于那种温润感 对不对 还是温润 还是温润的 但是火很重 嗯 火很重 温润 然后还带一点酸香 一种酸气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香港老茶的特色吗 应该可以说是 是 但是它基本上是重火 嗯 重火炭背 还有就是铁观音的特色 嗯哼 铁观音本身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来讲 台湾 台湾那个并不是重火 对不对 我们刚才喝的 不够重 我们喝的木炸不是 你如果跟瑶阳比不够重 但如果你跟中国比 两个世界啊 那十万八千米啊 这个其实大家这样讲 它同样都是铁观音 如果是盲眼喝的话 会觉得 还是喝得出来啊 对不对 你至好喝得出来 不一样 我们不要讲 第二泡 第二泡的这个碳味 加重了 第一泡是酸 比较强劲 我跟妳讲 每次跟你喝 我都觉得可惜 其实好的老茶 它可以喝回原味 什么意思 它会转是不是 它会喝喝喝到最后 它会有原来的味道跑出来了 所以要喝到第几泡 因为你已经把它洗掉了 对不对 想要洗不好听了 但真的呀 想要洗不好听 天呐 今天真的是大开舌尖 不是眼尖 大开味蕾 大开味蕾之界啊 可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状况 今天的火都是煮火了 火都煮了 对不对 那个风炉啊 那个水是热啊 对不对 老茶要用一百度高温泡 它才会被 被打开 被打开 风印 行起来 风印会被死掉 茶叶才会行起来 难怪秀秀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说他怎么带了一个电圈电炉来 然后呢 每次呢 都要等这个水滚沸了之后 让它稍微停一下 水泡稍微等一下 今天泡的不是东方美人 今天泡的是重火炭被 是老茶 那你要让它醒起来 如果今天泡的是老的东方美人 我都不敢这样 好精彩 谢谢秀秀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们的时间到了 秀秀再来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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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